目前B组战略小组第一的是山西新度武术 对于丸石和四海连城来说 接下来三场比赛只有全胜 才有可能和陕西新度同击五分 六战四胜两负 是战争军队九级商场 五级包吹 漂亮 实际掌握得很好 要想争得小组投名出现 必须要拼尽全力了 第一次我的步骤 第一回合中约 埃迦克我肯定会击碎你这块完事 继续前进 加油 加油 四海连城 战争军队 追 武林龙中队 龙中开场 女士们 先生们 Lilis和全迷朋友们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八号演播厅 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 大家晚上好 我是主持人刘文 欢迎大家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2022赛季 中国缺德部黄金联赛 B组的第二轮的一场较量 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是 河北丸石与陕西四海连城的 第五场比赛 那么前四轮当中 两家俱乐部是2比2平 目前B组 战列小组第一的是 山西新度武术 他们拿到了五个积分 对于今天的这两家俱乐部 丸石和四海连城来说 接下来三场比赛只有全胜 才有可能和山西新度 同击五分 来比一下第二权重 KO终结的次数 当然这是理想的状态 所以接下来 对于两家俱乐部来说 要想争得小组投名出现 必须要拼尽全力了 好 接下来是一场 男子除量级的比赛 蓝方选手 这位选手在早年 就已经征战龙中队的赛场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 有请陕西四海连城的 哈萨克族的 胡一七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胡一七败 我送这位 送回歌队联的新年了 现在有连续的新年 世界平安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刚才哈迈德 感觉在地面上不是很适应 TQ红方胜 孔孔少 我是胡郎 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孔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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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